嗨,大家好,我是远远姐 昨天我们已经了解到做一个职业规划的重要性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开始为自己的找工作做准备了 在这儿呢,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个心态 什么心态呢? 就是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啊 一定要有这种充分准备的这个过程 这种准备要准备到什么程度呢? 就像你写论文一样 那么认真的去把所有的材料都找到 就像你做一个调研一样 然后能够把所有的角落都看到 所以只有当你以这样的心态去做准备的时候 你才不会抢到不合适自己的凳子 什么叫不合适自己的凳子? 我们可以把整个找工作的过程 当成是一个玩抢凳子的游戏 抢凳子的游戏大家都玩过吗? 就是音乐响起来 大家就开始走走走走 然后呢,就是看到一个凳子也不想坐 对吧,然后继续看下一个 一直到整个这个游戏一结束 音乐一停下来 你会发现呢,别人都抢着凳子了 只有你没有抢到 那你会怎么办? 你就会抢一个自己身边的凳子 离你最近的凳子,对不对? 这个抢凳子的游戏就可以形象的概括 很多人找工作的过程 就是他在上大一的时候 他也没有什么概念 就是我以后要找个工作 对吧,他从学校出来之后 完全没有准备 然后呢,他就四处乱看 看一看,走一走,走一走,看一看 然后看到最后他发现,哎,怎么我的同学 人家都有地方去了 人家有人去银行了 人家有人去互联网行业了 对吧,有些人找的工作 跟我们的专业都不对口 但是人家就拿到了 可是我呢,我连一个工作都没有 你知道这个时候你会干嘛吗? 你就会随便的找一个 你能摸得着的工作 然后接受你的工作 我在很多同学身上看到过这种悲剧的发生 不仅是在一些就是 比如说二批本科呀,三批本科呀 甚至专科的同学身上会有这样的状况 我跟大家讲 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 连我北大的同学他们找工作 好多人都是这个德行的 一直到最后了,没有机会了 然后呢,别人可能去年的九月份 十月份都找到了 只有他拖到了 过了年的之后的三月份 四月份,五月份 七月份就要离校了 他才匆匆忙忙的找一个 离他最近的凳子 也就是当下能够接受他的工作 就工作了 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个状态 为什么?因为我们上学其实不容易啊 对吧,我们从小到大 上学花了多少时间 花了家里多少钱 你花这么多钱 花这么多时间 就是为了将来能够有一份 自己喜欢的 适合自己的职业 好好的去发展 对吧 然后结果呢,你上学那么辛苦 然后上学花那么多钱 找工作的时候却那么随意 然后你就随便找到一份工作 你心里想 哎呀,这份工作只是我的一个跳板 人家那个抢凳子的游戏都已经结束了 然后你还觉得这个游戏正在进行中 你想,哎呀,我就先找到这份工作 先坐着 然后呢,我再继续听着音乐 去看其他的凳子 我再看看其他的工作 反正我的第一份工作不算数 请大家在我们这个求职课上 最起码一定要给我纠正这个概念 就是第一份工作不重要这个概念 好多人就觉得我只是试一试 对吧,我还年轻 我可以先随便找一份工作看看我感不感兴趣 千万不要这么想 你的第一个选择会决定你之后的选择 不然你想想看 你当年选专业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人在你耳边跟你讲说 专业不重要啊 你将来可能不会从事一个跟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 可是等你毕业的时候 你发现你最容易接触到的工作 反而是什么 跟你的专业相关的 我在非你莫属的那个舞台上 看过很多的选手 就是他可能刚刚大学毕业 然后他在找一份工作的时候 可能跟他的专业不对口 这时候他就需要做很多的解释 就是哎呀 我为什么就是可以 虽然不是这个专业的人 但是可以从事这个专业的工作 你要做很多解释的 其实你选定的那个专业围绕他 反而是你最容易找到的工作 当年你还觉得选专业不重要 对不对 你没有想到说 这个毕业的时候还会受他限制 包括现在也是这样的 你找了第一份工作 你觉得不重要 但你不知道你接下来这份工作 可能就是以你第一份工作为起点的 就是你的每个选择 都会影响到你的下一个选择 这样一个链条下来去看呢 就是你的第一个选择很重要 你第一份选择是什么行业 是什么职位 你第一份选择的工资是多少 通通都会影响到你以后的选择 这个呢 在这个心理学上可能叫锚定效应 对吧 但也是我们大家的常识 所以我希望大家摒弃这种想法 就是第一份工作不重要 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找工作 好 昨天跟大家说了 找一份工作 无非就是先考虑我 再考虑那个工作 再考虑一下整个大环境 那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个因素 就是我们工作的这个行业 我们应该怎么样选一个行业 雷军曾经对傅盛说 他说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情 本质上不在于你有多强 而是你要顺势而为 于千任之上去推千军之时 什么叫顺势而为 顺势而为讲的就是一定要去顺从行业的趋势 如果你去仔细分析一下每个行业的话 你会发现行业的发展 他不是稳定不变的 有一些行业出现过消失了 有一些行业呢鼎盛过 但是衰落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很习惯的就觉得 像阿里巴巴像腾讯这样的大公司 这样的居于无霸 好像就是先天存在的一样 反正自从我们开始关注互联网 我们就知道这两个公司是大公司 对吧 这两个公司是行业巨头 这两个公司可能是中国最赚钱的那一批公司 可是大家要知道啊 阿里巴巴跟腾讯 这一群互联网企业 他们都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两千年左右 也就是说这样的企业到现在 也不过就二十年左右 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百年老店 你看你今天是不是出来找工作 至少要二十岁左右 对不对 所以阿里巴巴跟腾讯 基本上就是跟你一起诞生到这个世界上的 但是二十年 我们成长为了一个二十岁的人 但是他们呢 阿里巴巴跟腾讯 他们从一个根本就不知名的小公司 一个创业公司 居然变成了中国最厉害的那一批公司 所以你再想想 早期就进入阿里巴巴跟腾讯 进入互联网行业 去工作的那一批人 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我看过阿里巴巴 这个十八罗汉的来历 里面就有马云 当年当英语老师时候的学生 那个学生其实不见得比那些 当时海归回来的学生更优秀吧 对吧 他在杭州一所学校 然后上英语课 就认识了马云 然后呢 就跟着马云去创业 到现在他已经成为了那种 新闻标题上的人物 什么马云手下 然后呢 身家过百亿的 什么高层啊 什么高管啊 已经变成这样的人物了 所以他们呢 就是成了一个行业的东风 就是互联网行业的崛起 不可否认的是 2000年左右 就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的腾飞时代 所以你看选对行业有多重要啊 首先 从未来的发展角度来说 行业的发展会给你的发展 以附加值 可能你的能力的发展是一个曲线 也是上升的 但是如果你能力的发展 附加在这个行业的发展上 你的未来就不可先量了 其次呢 就是从收入的角度 每一个行业的收入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选对了行业 你就是赚钱比别人多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探讨了 在做行业选择的时候 我们要关注的点是什么 这个就不用咱们自己去总结了 经济学家早就给我们 已经把规律总结出来了 行业的发展呢 就遵循这样一条S型的曲线 这个曲线就包括 行业发展的四个阶段 初创 快速成长 成熟跟衰退 那如果用图形来表示的话 横轴是时间 纵轴就是市场容量 这四个阶段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S型曲线 就长这个样子 大家看图就可以 这个曲线对我们的职业生涯 有多重要呢 重要到能够决定你未来十年的 财富水平跟职业安全度 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是08年上大学的 那时候我的学长学姐 他们从学校毕业之后 工作是非常好找的 我们学校的四个人 分别进入了四个行业 这四个人的能力 跟起点差不多 都是同一个学校毕业的 所谓的高材生 但十年之后 他们的人生却完全不一样了 他们的状况是这样 ABCD四个人 他们分别选择了互联网 房地产 行业 跟传统的纸媒这四个行业 现在他们的生活状况是 A 选择了互联网的那个人 是上市公司的股东 早就实现了财富自由 主业变成了投资 正在收听 快联系微信客服 122579 1460 进同步更新群 更新群 B 在房地产公司工作 买了几套房 房租的收入已经可以去 覆盖日常开支也实现了一个一定程度的财富自由吧 C 在银行工作 认真工作职位跟工资都提升了 现在名下的主要财产就是一套房跟一辆车 在北上广 D 就够呛了 因为近几年来这个自媒体的兴起 所以这个行业的工资上涨幅度非常小 而且随时有可能丢掉饭碗 到中年的他呢 就要被迫转行 从头再来 不是说光他转行 有很多纸媒 整个公司都要转行 以前做纸媒 现在不做了 现在做自媒体 所以这就是这四个人 明明起点差不多的四个人 十年之后的差距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差距 我们来看一下这四个人所选的行业 就是他们各自在S型曲线的什么位置上 互联网在这十年是一个什么状态啊 就是快速上升的阶段 所以A选择了互联网 他就享受了这个行业的发展红利 B选择的是房地产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在十年当中的前半段 是快速上升阶段 到了最近几年开始进入了成熟期 而我的这位学长呢 他就是在前半段早早就把房买了 所以也是从这个行业当中获益了 C在银行一直都在成熟期 整个银行业 所以C的工作环境是最稳定的 他获得的财富呢 也跟大多数其他的同学一样 就比较普通 正常发展的结果 D的行业就不用我多说了 大家都知道纸媒啊 像那些杂志啊 报纸啊都在衰退 你看人民日报的公号 关注量是多少 还有多少人在订人民日报的报纸 这么一对比 大家现在就有数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曲线上 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两个阶段 一个是快速发展期 一个是衰退期 如果你进入的那个行业 它属于是快速发展期 你就可以享受啊 它发展的红利 如果你不小心选择了一个衰退期的行业 你就需要因为自己的这个鲁莽 自己的选择去付出代价 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呢 对号入座 看看你现在所选的行业 到底是什么阶段就好了 在这呢 要特别注意一下 就是有一些岗位啊 它十年二十年之后 很有可能会被这个技术取代 之前大家都看过这样的新闻 有那种在高速公路收费站 工作了十几年的中年妇女 因为国家宣布取消人工收费站了 也就是说 现在收费不用人啊 在那儿数钱啊 在那儿这个给发票了 那这个人就要怎么样 下岗了 对吧 他下岗之后会有谁取代他的工作呢 可能会有一个 这个可以扫码收费的这种 电子的这种收费站来取代他 可是那个时候 他已经三四十岁了 所以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就抱头痛哭 因为他十几年啊 整个青春都付给了这个 人工收费站 如果从这离开的话 他根本就不知道做什么 我在非你莫属上看到的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就是很多四十岁的人来求职 很可怜的 很多呢 就是之前选错了行 到后面也没有什么发展 所以就很难再去找到一个新的工作了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有很多工作 都非常有可能被机器替代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工作 有可能被机器替代啊 麦肯锡之前出了一份报告 他预测了 大概十多年以后的全球的一个劳动力的市场状况 就说到说到2030年 也就11年之后 全球46个国家 800多个职业当中 将会有4到8亿个工作岗位 会被机器人取代 相当于什么呢 可能大家对于什么4亿8亿没有概念啊 相当于今天 全世界 这种上班的人 劳动力 的20%会被取代掉 会被机器取代掉 不过有一些国家的状况可能会好一点 比如说机器的这个自动化程度发展比较低的国家 在印度可能只有9%的岗位会被机器取代 而在中国 麦肯锡算了一下 说大概是13% 这意味着什么呢 每8个人当中就一个人 他将来会下岗 他的工作会被机器给替代掉 那哪些岗位会被替代 报告里面也说了 说那些工作环境稳定的 可预测度比较高的行业 被机器取代的可能性最大 比如说我们家这个楼下开的便利店里面 已经没有收银员了 收银员的工作就是这样的 工作环境很稳定 他工作的这个可预测度很高 那么就是就会下岗 然后慢慢的就被一个自动的一个收费的一个机器给取代了 除此之外呢 还有流水线上的工人 还有快餐打包员 律师事务所的那个助理 还有一些后台事务处理的工作等等 这些都有可能会被机器取代 除了我提到的这些之外呢 大家还可以用一个准则去判断 一个工作是不是容易被机器取代 这个准则叫做五秒钟准则 什么意思呀 一个工作哈 哎呀我在工作过程当中 如果我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啊 需要的这个思考跟决策的时间超过了五秒钟 那么他被机器取代的可能性就小一点 如果说我在一项工作当中我想个问题 就可以在五秒当中就做出决定 很有可能这个工作就会被人工智能技术全部或者部分取代 所以我们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避开这些容易下岗的这些岗位 同样是这个麦肯锡的报告他预测到什么样的岗位啊将来需求会增加 11年之后呢 艺术家设计师像媒体这样的创意岗位的需求量会增加到85% 还有计算机技术岗位会增加50% 教室类的岗位会增加119% 医生护士岗位会增加122% 管理人员的岗位会增加40% 建筑工程岗位会增加9% 餐饮酒店等服务人员的岗位需求会增加36% 除此之外呢 还有金融数学律师这样的专业岗位需求会增加26% 大家看这个表格就可以了 可能听我念的有点头晕 我是想跟大家说呢 你有没有发现啊 在这报告当中 有没有自己发现一个趋势 就什么样的工作容易被取代呢 就是那些比较简单的 就是有一些人呢 可能本身的这个受教育程度就不高 他找了一份工作就很机械化 那么这样的机械化的工作呢 就很容易被取代 然后被取代之后你就会干嘛 下岗了 更可怜的是下岗之后也不好找其他的工作了 那什么样的工作是不容易被取代呢 是正在兴起的呢 那些需要创造力跟沟通能力的工作 就必须要人跟人之间打交道 他才能够效果好的工作 他就不会被机器取代 就是我之前看有些人就判断说 你看现在在网上上课这么容易对吧 以后老师这个行业需要的人越来越少了 但是教学这个事情啊 你有没有发现 他是特别需要沟通的 就是老师真的是面对面的 一对一的去带这个学生 效果才是最好的 以前是孔子呀 还是那位大家就说过 教育它就是一个言传身教的过程 所以这个工作其实不太容易被取代 以上呢 就是我们跟大家谈到的 就什么工作容易将来下岗 什么工作呢 不容易下岗 其实任何一个行业的发展变动 它背后都有一个很深层次的原因 它都根源于社会的变动 我们最后呢 要跟大家介绍两个东西 第一个呢 叫做大环境分析的模型 叫PESTEL分析模型 它是分析什么呢 就是分析宏观环境的 然后你不是总是说 哎呀我不知道怎么看 我这个大环境到底怎么样 对吧 我不知道怎么看 我这个行业到底发展如何 因为行业让我感觉太大了 对吧 我连我们公司我都看不懂 我连我这个岗位我都看不明白 你还让我去看大环境 没关系 我们今天教大家一个模型啊 这个模型呢 可以让大家去分析一下 自己到底所处的这个行业是怎么样的 自己所处的这个大环境 到底是怎么发展的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PESTEL分析模型 每个字母代表一个因素 首先呢 P代表政治因素 Politics 然后底下是经济因素 就是E这个字母 Economics 经济 然后呢 是社会文化 Social S这个字母 接下来呢 是技术 Technology 然后T这个字母 再往下是环境 Environment E这个字母 最后呢 是法律 Legal L 最后呢 就是PESTEL 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 技术 环境 法律 怎么理解这六个因素 咱们来举个例子 咱们先讲一下 政治因素 我这个感受最明显的 被政治因素影响到的行业的发展啊 是中央的八项规定 出来以后 政府部门呢 就不让公款吃喝了 查的特别严 就是如果在高档的餐馆 发现了有这个官员在吃饭 很容易就是被查 所以呢 这个高档的餐饮就受到了影响 就是我们那个小城市 好多这种高级会馆都关闭了 就直接倒闭了 因为来吃的人就少了嘛 所以你看 这就是被政治因素影响的行业发展 对吧 还有我之前看新闻 经常看到中国人去海外旅游 什么横扫米兰一条街 大排包包买断货 甚至这个代购行业汹涌发展 很多这个代购呢 就是赚的盆满钵满的 这明显就是经济因素在取作用 经济发展了 人收入变高了嘛 所以就会买买买买买 还有一美行业 就是整形这个行业 就因为这个社会文化因素变了 就人的思想越来越开放了 我们能够接受 就是去把鼻子动一动啊 眼睛动一动啊 就我周围有很多学习很好的 所谓的乖乖女 然后去整形 父母都是支持的 所以一美这个行业呢 近几年发展的很好 其中就有社会文化因素的推动 还有技术影响 行业发展的例子 就很多了 现在的短视频行业 是不是因为技术发展 才兴旺发达的 我觉得这个90后 应该都有这个记忆啊 包括我 我在2008年的时候 不敢想象 有一天会在手机上看视频 你敢想象吗 你不敢想象 因为那个时候 连智能手机都没有 那时候我们就拿一个 什么诺基亚手机 然后诺基亚手机上面 就只能看个彩信 然后在这个手机上 听个音乐都觉得很贵 你知道吗 那时候还有什么音乐流量包 就专门来听音乐的流量 然后后来有一天 突然有了智能手机 可以在手机上上网 我们都觉得不敢相信 可那个时候的网速也很慢 也不敢轻易打开什么图片 因为流量还是很贵 到后面呢 3G 4G 4G时代 就是我们现在 就是看视频已经很流畅了 所以才有短视频行业的兴起 那接下来呢 还有5G 所以你能够看到 就是技术会影响一些行业的兴起 跟衰退 短视频行业 还有电子行业 这些都会因为科技的发展 而发展 环境因素 对于这个行业的发展的影响 可能大家感觉比较弱 可是大家想一想 前几年在北京 就是雾霾的时候 空气净化气脉的多好啊 还有最近垃圾分类 你们说会不会有一个新的行业 跟随这个垃圾分类而出现 也可能会有 最后是法律因素 法律因素 比如说二胎政策 对吧 放开以后 我一想未来中国 还会出生多少小孩子 那母婴行业 是不是会发展的更好 这些都是 法律因素的影响 以上就是我们跟大家 举了几个例子 就是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 技术环境跟法律 是怎么样影响大环境的 怎么样影响 行业的发展的 我给大家解释完 这六个因素之后呢 然后呢 大家以后就要对 这些因素非常敏感 就是当你看到 这方面的因素 有变化的时候 比如说国家 又新推行了一个 什么政策 比如说这个 技术方面又有了 什么革新 你一定要特别 敏感的去判断 就是哎 那接下来对行业的 发展的影响是什么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发展变化太快了 如果你想知道 一个行业 有没有前景 你一定要对 这些外界的变化 很敏感才行 如果你能够看到 可能你就能够 抓到机会 我们总体来说 目前我们能看到的 对整个社会发生 深远影响 并且能够决定 我们未来行业 发展前景的因素 主要有以下几个 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上 观察到的 这个变动的因素 第一就是我们国家 现在处于 人口老龄化的时代 这个变化呢 会影响未来几十年的趋势 你知道日本就是一个 老龄化非常严重的国家 所以他们这些年来 他们房价也不涨 物价也不涨 大家都很稳定 好 未来中国很有可能 也是这样子 我们2018年的时候 60岁以上的老人 就占到了总人口的 17.9% 也就是说 五六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老人 老人占比增多 会对你的行业 有什么影响 有些养老行业 可能就会发展得很快 对吧 还有医疗保健行业 会很有前景 你可以去看看 你的专业跟工作 有没有可能 跟上这波趋势 还有第二个呢 就是科技 真的是在不断发展 什么人工智能 5G大数据 这些岗位的需求 会越来越火爆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有一些机器 做得了的工作 你就不要做了 以防你将来会失业 还有第三呢 就是收入的增加 会带动这个 文化娱乐产品的消费 为什么现在 这个电影的票房 越来越高了 除了这个电影好之外 大家有没有想过 是因为我们在这方面 花的钱多了 动不动就30亿票房 对吧 是因为大家有钱以后呢 都从这个物质消费 开始转向精神消费了 所以在未来的文娱行业 可能会有很好的发展 视频电影 对吧 还是有发展空间的 所以在选择行业的时候呢 大家尽量的 往这方面去靠 如果说你运气好 眼光独到 进入了一个 快速发展的行业 那么你就会遇到 大量的机遇跟挑战 你会积累 很深厚的行业知识 然后呢 你的这个工资 也会随着 这个市场的 不断扩大 对劳动力需求的上涨 而上升 也就是说 选择一个快速发展的行业 不管是你的能力 还是你的工资 都能够得到提升 如果你待的是一个 日落西山的行业呢 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你的大脑就受不到 什么刺激 你会觉得很无聊 你的学习速度 就会比别人要慢很多 这是我们跟大家 分享的几个 就社会上的 能够对行业发展 有影响的因素吧 选择一个对的行业 有多重要 就不必多说了 如果你去翻一下 中国的富豪榜 你们有这样的习惯吗 去看一下 就中国到底 什么人在挣大钱 我经常看什么 福布斯啊 我全部都看 我想看一下就是到底什么行业的人是最有钱的 哎 你看多了 你就发现 20年前的富豪大多是靠什么发家的呢 矿产能源 比如说我有个舅舅 就在20多年前啊 开始就是做银矿啊 什么铜矿 现在呢 就是身家百亿 十多年前的人去发家靠的是什么 房地产行业 但是现在的大部分富豪 他们发家靠的是互联网行业 比较典型的就是黄征 他就是近几年靠互联网发家的典型 当然作为一个普通人 不是每个人都要当富豪的 但是我们会跟他们去面临一样的问题 选择什么样的行业 1995年的时候 现在的360的创始人周鸿毅 他在西安交大研究生毕业了 当时拿到了两个offer 一个去银行月薪三千 一个是加入一个电脑公司 每个月只能拿八百 应该选哪个 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一个 因为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会疲劳 选来选去不知道怎么选 好了就拍板决定 我选了一个薪资最高的 别跟我再比较来比较去了 那你很有可能就选错了 周鸿毅选择了薪资比较低的那个 因为他看到了时代的趋势 所以他选的义无反顾 他是个牛人呢 他能够更快的感知到时代的变化 但是我们呢 普通人 哪怕我们很努力的收集信息 哪怕我们很努力的在听元元姐的课 我们仍然有可能会判断出错 所以你除了自己敏感一点 去收集信息以外 你还可以通过资本的动向来进行判断 在资本市场上 每一天都有一帮人 他们在干嘛呢 他们在找那些有前景的行业 然后把自己的钱投进去 他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究 哪个行业将来会行啊 那我现在把钱投进去 我将来不就发财了 他们很有可能是一群公司在做这样的事情 也很有可能是个特别聪明的人在看 那我们找工作的时候很简单 直接拿他们的成果来借鉴就可以了 这些聪明的人是谁呢 就是风险投资者 我们知道的像李开复 朱孝虎 他们都是风险投资人 包括现在很多公司腾讯阿里 他们也都开始做投资了 今天的中国从事风险投资的公司有两万多家 在这些公司里面 哪一些公司的投资能力比较强 他们选行业选的特别准 那这些投资能力强的公司 每年都投了哪些行业 哪些公司 那这些答案可以在哪看到呢 在网站上看到 投资界或者投中网上都是可以查到的 这两个网站关于投资公司的这个介绍是很详细的 你点进去你就能够看到 这些投资公司最近到底都投了哪些行业 然后投了什么业务 大家看我们PPT上这个图啊 以这个投资界为例 它的主业就长这样 点进去之后呢 你就能看到这个数据 还有机构导航等等这些标签 点数据 你就能够看到 现在比较热的投资领域跟投资地域 像这个图啊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比较火的前五名的行业是什么 你对这些行业感不感兴趣 感兴趣的话呢 就可以在网页上去找相关的新闻去阅读 还有机构导航业面上 有各个知名的投资机构的清单 你点进去 就能够看到他们到底都投了啥 这个网站的搜索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作业 到时候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方法去查信息 因为一个好的行业 有前景的行业 它不仅可以吸引人才 就是聪明人会往这些行业里去 它还能够吸引资本 资本会特别热衷于在这些行业去投资 到最后呢 两者一结合 资本有入的行业 可以开出更高的工资 所以进入这个行业的优秀的人才 就能够拿到更高的工资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 BOSS职聘整理的2018年 十大平均月薪最高的行业 分别是什么呢 互联网金融跟专业服务 互联网的月薪是1800 去年还涨了5.3% 金融是1万 涨了3.7% 你看这些行业就是收入比别人高 所以你不要就是蒙着头瞎找 可能大家会问说 虽然这些行业薪资比较高 但是跟我现在的专业没有关系啊 我应该怎么办 如果还在上学的话 你有很大的几率去转行业 71%的人 他们最后所从事的工作 跟原来的大学的专业是不一样的 另外呢 就是确实我们在找一份工作的时候 除了这个工作本身 我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了 除了工作本身 行业前景之外 你还要考虑到自己的主观意愿 所以这些我们在后面会讲到 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要点哈 首先找工作的时候要把行业放在第一位去考虑 他决定了你未来十年的人生高度 第二呢 要懂得顺势而为 去找高速发展的行业 避开那些衰落的 容易被替代的工作 第三 行业的变化来源于一些社会底层因素的变化 要关注三个点带来的行业机会 人口老龄化 科技发展跟收入水平提高 第四呢 就是时刻关注资本动向 查看最新的薪酬报告 这样的话 你求职的时候会做出更理性的判断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儿 希望对你有启发 ?. 如果懂得硬术 Jesper beta 如果你就是用一个�й destiny 谢谢你 toen学习了 是 说